女生那么肯定地说 我爱她 我听完都惊呆了 你爱她吗 我一点都没有看出来你爱她 是 可能在一起两三年了 彼此有了一定的默契 只是一定的 是你们想要谈婚论嫁 那只是你觉得我的时间到这了 如果条件允许也该嫁了 但这里边有多少爱的成分 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拿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 当你接到男朋友给自己 打了十几二十个电话的 这种状态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爱她 你会立刻回给她说 哎呀 不好意思 我刚才逛街没有看到 而且还是跟女朋友 一边抱怨一边满脸 是幸福的说 你看我们家男朋友 你看这死样 你有吗 你只有烦 你哪像一个要嫁给人家 爱人的样子吗 你没有那么爱她 你对她的要求 就是两个标准 当你不想公开朋友圈的时候 你说 哎呀 我们都是成熟的人了 不用秀恩爱 我们应该是更成熟 更开放的思想 去面对感情 哎呦 我有其他的异性追求者 我自己处理不让你知道 哎 你在这个时候是开放的 可是当谈婚论嫁的时候 你又是传统的 你得把你的房子卖了啊 买在我们家这边啊 还得添上我的名啊 凭什么呀 我觉得两个人一起还贷款 那你怎么不出首付呀 为什么就买在你家 不能在他们家呀 我她也不能替我生孩子呀 什么 我说那她也不能接替我 接下来受的苦吗 生孩子苦你啊 觉得苦你别生啊 当妈是幸福的事啊 这也是苦啊 还得把这份苦加她头上 不是给自己生孩子呀 我根本不觉得你喜欢她 爱她 你就是觉得和她在一起 好捏骨 好欺负 还说能为她放弃直播 你为她什么都放弃不了 你只想得到 男生我觉得也一样啊 你在这份感情里 跌跌撞撞 你要什么你知道吗 我想跟她在一起吧 你想跟她在一起 你不愿意为了她 去做调整 你想跟她在一起 看着她就高兴 你看她直播 你就不高兴 直播时候那不是她呀 你只想要你自己 高兴的一部分 所以我也不觉得你有多爱她 但是我倒觉得你俩挺合适 因为你们在谈婚论嫁 或者谈感情的时候 都在不断地权衡 我要的是什么 她能不能给我 那你们就这么凑合着呗 凑合着也不是不能过呀 但风险就是凑合着凑合 然后就散了 你们自己做决定吧